好,先看一下,當然有老師問來有問題 就是,如果我現在已經新增了一個區塊了 可是我的原本教材可能已經放在我們上面的教材裡面的各位 那怎麼辦? 您就直接從這邊新增內容 但是不用再新增,因為直接連結在內資源 您從這邊直接就,這個是我要的有沒有 這樣就給一點就好了 這樣直接關掉,直接進來了 它在這邊只是做連結 您所有,即使您從這邊新增教材,它也會放到哪裡? 也會放到我們的上課教材裡面 也會放到這邊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說其實,用這種方式整理 就等於說,幫我們知務體驗增加一個深度的功能 您可能就比較方便 如果你看說這個,在這邊,這樣要怎麼看嗎? 如果我們不要以當老師的角度 如果您是學生的角度,如果這樣不要這樣看 您會願意看嗎? 你會看再看,對 這都會不會再看 可是其實我們要來看 我們只是改造這個環境 讓環境比較方便,其實學生會喜歡上來看 常常學生上來我的課之後 他會覺得原來蘇維學平台還可以做這樣的改變 我們只是改造一下環境而已 那這個是我們在蘇維學平台比較不一樣 那麼,至於說這個如果您新增教材的時候空間不夠大 像一般我們在嶺東的話,這一塊都是預設50Mb,我通常會請他開到200Mb 因為這樣,我們上次會有影片公布,所以我會把這個開大 再來就是說我們的整個總能量空間,嶺東預設是2G,我通常都會開到4G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就申請好了,甚至最多啦,學校可以開到6G 所以我們可以開到6G,如果說我們學校這邊怎麼規定,可能可以再跟一位小姐那邊再詢問一下 這樣老師,您對於我們所有的學校有沒有覺得好像改變一下就會比較不一樣的 那這期給您做個參考